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渔民 我相信刚才大家已经自我介绍过了 你们当中有些人是请假过来的 所以我为你们感谢主 每次在渔民特会的时候 我都感到特别的年轻 当然我相信我还是年轻的 今年是我们第九年的渔民特会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其他国家的实体的看到 但是我们很感谢神 今年让我们以这个特会来结束 我们要感谢所有的同工来负责筹办这个议会 我知道有更多的人是在线上 多过在实体聚会当中 在线上的肢体们 你们只要听我们同工们的指示 他们会在技术方面帮助你们 从我认识福音的第一天开始 我的祷告就是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 他们都能够成为基督有效的见证人 但是这不是来自人的努力或作为 是福音的大能把人吸引归向福音 然后在这个时代 兴起像约瑟带领这样的人 有时候世界阻拦我们 人的软弱抵挡我们 所以有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传道人 我们也看到年轻人他们落伍了 我们感到灰心 但是神认识他的学名 然后上帝在每一个时代 都预备他所拣选的器皿 在今年这样一个疫情当中 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患难跟试炼 我们天天都遇到各种的患难 但是借着这些患难 神经验很多的愚民 然后让他们能够预备行神的善 很多人他们因为患难失恋 他们好像落后了 看似如此 因为疫情来的时候 好像很多人停止去了聚会 但是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神所拣选的愚民 尤其是在患难当中 他们的区别特征是更明显的 他们所想的 所追求的 所做的 尤其是在患难的时候 跟世人不一样 在平常的日子 这不是太明显 但是当 当邪恶的工作越来越猖狂明显的时候 当假道渗透教会的时候 当人的罪恶满盈的时候 然后人直接地拒绝圣经的真理 然后世界有很多的未知数 很多的不安 然后世界有很多的未知数 很多的不安 就是在这个时刻 圣灵会很强烈地激动 渔民的心 然后那个时候 就看到 信徒还有渔民身上 很明显地 这个分别为圣的做什么 所以他们真正的良心 会被刺激 然后他们的真实的基督信仰 就会被彰显出来 当格利亚来诅咒神和神的子民的时候 巴卫的心被激动 然后但英里和他的三个朋友 他们的心被激动 当整个以色列被掳的时候 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然后这个背景是什么 就是患难 我们很需要这个试探 试验 这个试验摇动整个世界 但是也是唤醒这个教会 火焰的试验 会将我们真实的基督信仰 带出来 然后这个试验的火 会将我们爱世界的心烧掉 然后神的荣耀 会在我们的生命 非常清楚地彰显 我们经过了一整年的疫情 世界承受了很大的亏损 世界一直到现在还在哭号 但是对教会来说 这是一个应该喜乐的时刻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幸灾了祸 我们是第一个被疫情感染的教会 但是就在这个时刻 教会能够得到洁净和炼净 也在这个时刻 教会会知道 谁是真正的渔民 然后谁是不会被这个世界的组织塑造的 但是他们能够被塑造成为神的器皿 这个就是我在整个疫情的盼望 这是一个分别为神的盼望 一个圣洁的盼望 我还没有讲到神在这个疫情要做什么之前 我要先读两处的经文 我请大家带自己的圣经 但是只有在这第一场 我把经文放在荧幕上面 然后我拿自己翻自己的圣经 你的前书第四章 你 have it on the slides 1 Peter 4.12 Now here is it We have it in Chinese also Now I'm going to read to you Dear friends Do not be surprised at the fiery ordeal that has come on you to test you You saw that? The ordeal, the trial, and the test as though something strange were happening to you Now I can read on 第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事验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地事 But notice this But rejoice in as much as you participate in the sufferings of Christ so that you may be overjoy when His glory is revealed 祷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祂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Now you saw that, my brethren contrary to what you should fear 与你所应该惧怕的相反 In fact, you should have a clearer view of Christ's glory 我们应该更清楚地看到 基督的荣耀 Especially there's nothing so pure in our hearts if we have our hope on seeing the Lord 如果我们的盼望 是在看到主 没有比这个更纯洁的 Now James chapter 1 verse 2 comes with a promise for trials 雅各苏一章 这里有一个带应许的经文 Now look at this again Consider it pure joy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rever you face trials of many kinds Because you know that the testing of your faith produces perseverance Let perseverance must finish its work so that you may be mature and complete not lacking anything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 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救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 完备 毫无缺陷 Now two similarities you can notice in these two verses 我们看到这两处经文 有个共同点 You will notice both times the Bible associate joy with trials 在这两处 我们都看到 圣经把喜乐 跟试炼连在一起 圣经也非常肯定 这个患难 最终的结局 就是得胜 最后一定会好的 到最后 神奇妙的作为 一定会被带出来 我们花一点时间 来思想这两点 两个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以前我读这个的时候 我总是把它放在一边 因为这个听起来太夸张了 但是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你永远不会得到 基督的心态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障碍在哪里 我们每次遇到 试炼的时候 我们想到试炼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忍耐 而不是喜乐 我们每次想到 我们要忍耐 要忍耐 很快就过去了 但是在这两处经文 圣经给我们一个 反常理的一个意识 这是跟我们一般 所想的不一样 它说当你遇到 试炼的时候 你是应该喜乐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纯正的喜乐 所以我们一读到这个时候 我们想不通 因为我们每次遇到 试炼的时候 我们喜欢听到人家 安慰我们 弟兄 你放心 很快的这个试炼会过去的 但是那些年轻人 这就是一种原因 为什么你不能 把福音带入你的心中 因为我们只是想 以一个贴近 贴切于我们的心 的心态来读圣经 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感触不到的 事情的时候 我们应该问 为什么我感受不到 为什么我不能产生 共鸣 我们为什么不能 连接于圣经 当你思想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那个理由 因为我们太习惯 人所喜欢的那个兴奋的东西 甚至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只是要兴奋一下 然后我们也追求 能够叫我们兴奋的事情 但是我们没有多去想 什么才是那个 因为认识神而来的那个纯正 不被颠呼的喜乐 所以当这个疫情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能够有纯正的喜乐吗 或者是我们能够 起码追求这个纯正的喜乐吗 很多人只会问 这个疫情几时会过去 新加坡很闷 我们几时可以出国 然后我们听到疫苗已经有了 我们就很兴奋 但是过后我们也不知道 疫苗行了通吗 所以我们又失落了 所以我们的情绪常常高潮体肤 当事情不顺利 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时候 我们就消沉下去 我们就让自己对很多的事情 对所有的事情感到绝望 感到厌倦 我的成绩不好 我的老板不器重我 但是在那些时刻 我们没有祷告 我们没有挣扎 而被带入纯正的喜乐 因为我们太过被世界塑造 以致我们只有追求人生的 那个兴奋高潮 我做得很好 我成功了 我得到人的赏识 但是弟兄们 我们的那个纯正的喜乐 在哪里 如果我们没有在这方面学习 我们生命当中 就没有这个区分的特征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 得到那个区分的特征呢 我们在试炼当中 为什么没有办法 有纯正的喜乐呢 这是跟我们人生的目标有关系 我们人生的目标 不是寻求我们信心的完全 我的弟兄们 你们要有大喜乐 因为亚哥说 当你们经过百般的试炼过后 你们就会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所以我们的基督信仰生命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你来教会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要跟朋友一起玩吗 要唱诗班吗 现在我们也不能唱歌 还是我们来教会是要寻找一些祝福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换句话说 我们的信心要完全 有些基督徒 只是要求 希望人生当中 没有缺陷 不缺钱 不缺朋友 不缺爱 不缺赏识 但是他们在灵里空虚的时候 他们一点也不在乎 当你们的心灵很饱满的时候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把你们的喜乐 拖走 你的心里富足的时候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将你的拖走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阻挡你的祷告 因为雅各过后也说 如果你们当中 有缺少智慧的 你只要求神 神会厚赐于你 上帝会对厚待你 祂求也必得着 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个分别为胜的喜乐 是来自这个分别为胜的盼望 大卫能够打败 哥利亚是有理由的 我们看他写的诗篇 他在试炼当中 有这个纯正的喜乐 约正能够成为最好的 是有理由的 他甚至在大的试炼当中 他也看到神 时常与他同在 他不是被人生的高潮 来被影响 有些人他们 很被工作影响 所以他们听神的话的时候 也无精打采 那个证明你还不够 被分别为胜 基督徒应该被分别为胜 但是我们的心 还没有被分别为胜 所以你祷告的时候 才没有得到应运 分别为胜的盼望 会在试炼当中 会在试炼当中 带来分别为胜的喜乐 第二 神应许我们会有得胜的结局 我们不单单只是期盼 试炼结束 我们的盼望是我们里面的人 能够得到精烈 我们的内人 我们里面的人 要在信心方面得到完全 如果你把你的盼望 放在那里 那你的区分特征就是喜乐 然后你就会进到一个 善性循环 每次试炼来的时候 你的喜乐就会越来越纯正 然后你不会越来越消沉 你不是越来越失落 当试炼来的时候 你反思一些东西 然后你把肉体的东西 放在一边 你的喜乐就会更大 更纯 然后你就会明白 圣经里面深奥的事 对于这个时代的人 没有比今年更有意义了 今年我们一整年 都经过这个新冠病毒 然后我们生命堂 也是在整个新加坡 也是在整个新加坡第一个被感染的教会 甚至今天在新闻当中 每次提到这个病菌是怎么进入新加坡的时候 我们教会的名字还是被提到 当这个疫情已经快要来到一周年的时候 记者也来找我们了 我知道现在美国欧洲这个疫情非常严重 相比之下 新加坡台湾相当的稳定了 但是一整年我们看到很多的焦虑 有封锁失业的象征 但是就在今年神要教导渔民 你的纯正的喜乐在哪里 什么何为纯正的喜乐 就是来自这个分别为生的盼望 如果你有正确的盼望 你就会得到纯正的喜乐 世界只是单单盼望这个疫情过去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把自己 把盼望放在不对的地方 我们只有情绪的祈福 我要你们盼望神所应许的事 然后我们就会得到非常大的惊喜 所以在这个特会的开始 我要以正确的盼望来开始 我就是一直想这个字盼望 在我的人生当中 我只有对信心有比较多的了解 我们常常提到信心 但是很少提到盼望 但是信心和盼望是相当有关联的 但是它们也是不同的 信心就是相信神所说的话 我们把自己安置在神的话 然后我们让自己能够度过 现在的试炼 还有振扎 通常我们是在试炼的开始 我们求信心 当我们生病了 当我们的婚姻破裂了 我们求神给我们信心 当这个新冠病毒来到我们教会 我们求神给我们信心 我们祷告神啊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你是良善的神 但是给我们信心 叫我们信任你的良善 信任你的应许 所以是对神所应许的完整的信任 那个就是信心 但是当这个试炼一直延续 延伸的时候 然后日复一日 那个问题好像没有结束的时候 这就是当信心要转化为盼望的时候 还是我们对神一样的信任 但是现在我们是向着未来来看 你的心会知道 有事情会发生 也一定会发生 当我生病的时候 我一个盼望 我会得医治 当我跌倒的时候 我一个盼望 神会将我举起来 我不会永远这个样子 有事情必定会发生 我们会有一个肯定的期待 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必定会发生 然后我们以喜乐来期待那个事情 我们要发现 我们需要盼望才能生存 你养育孩子的时候 不但是养育孩子 你需要带着盼望来养育他们 当你在试炼 尤其是很长的一个试炼当中 你需要盼望 不然你就会失望 然后你就会不冷不热 然后麻木 所以圣经当中 其中一个非常出名的经文 是有关盼望的 耶利比书29章 耶利比书29章 耶和华说 你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 不是这样灾祸的意念 哪是要叫你末后有指望 上帝是关注你的盼望和你的未来 但是他让你现在期待那个盼望 很奇妙的 神把那个经文给讲的时候 是在犹大被掳的时候 因为上帝清楚知道 我们的心怀意念是怎样的运作的 因为他知道 当我们一直想 这个情况很糟糕的时候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喜乐 所以上帝差派他的先知 来给一个带有盼望的兴趣 以致他的百姓 甚至在现在被掳的时候 也能够喜乐 所以已经一年了 但是教会还没有完全得到自由来 自由的敬拜 我们不能彼此太多互动 我们还是要戴着这个面罩 突然间全世界没有办法有这个社交 然后有些人就抑郁了 有些人失业了 有些人虽然还有工作 但是需要更努力 更忙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延长的惧怕跟焦虑 但是神要我们有更大的期盼 神在我们自己 我们家中要做什么 所以下一个部分我要讲 我们的盼望要怎样得到支撑 这个疫情不知道是两年三年四年 你要知道神借着这个疫情 在做六样事情 六样事 三件是向这世界做的 三个是为着教会 这第一场我尽量给你们一个比较贴切的信息 对于大家来说 疫情是一个非常贴切的课题 下一场就没有这样简单 就是有关启示录 如果你不能明白第一场 你就很难明白第二场的信息 到了第三场你就会晕倒了 所以我们要以祷告和集中力来听这信息 接着这个现在的疫情 神在做六样事 有些人说基督就要来了吗 我认为应该还没有 我们不要太夸大 虽然这个疫情是世界性的 但是上帝在告诉世界还有教会一些事情 所以上帝正在做六样事 上帝有点好像在欺骗这个世界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对 上帝要骗人 或者换句话说 上帝要叫这个世界感到意外 上帝从来不会因世界的变化而感到意外 但是世界常常因为神能做的而感到意外 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 神常常叫人感到意外 尤其是当人非常高举自己的时候 有这个铁达尼号 没有人想象它会沉沦 每个人就是很兴奋地上这个船 能够上这个船的人 他们都觉得这个是人生一大体验 然后这个冰山就击中它 然后它就沉沦了 这个就像911事件 一个人在纽约城市 一直在追求金钱的时候 那个是金融中心 然后突然间 这个两个代表 这个金融中心的两个大厦 就倒塌了 所以这个叫整个世界惊讶了 在1月初的时候 当这个新冠病毒开始袭击中国的时候 有些卫生部的官员 还有些记者他们这样说 如果这个新冠病毒来到新加坡 我们会已经做好准备了 因为我们曾经有这个SARS的经历 我们知道怎样应对 你只要检查看 他们有没有一些症状 但是谁会想到 这个新冠病毒是无症状的 不但是台湾 新加坡 中国 甚至全世界都打到意外 上帝喜欢叫这个世界 进入金融中 我们不需要刻意地让它发生 但神会做 但是像你们这样的愚民 是要确认 因为当你确认的时候 你就会远离世俗的眼光 如果你确认的话 你会离开世界的倾向 尤其是当你知道 上帝常常叫世界惊讶 因为世人的盼望 都是在成功 名声 等等 所以当世界的盼望 是在科学和科技 他们就被惊讶了 当然我们基督徒也相信科学 但是我们不会完全被科学 所告诉我们的主导 所以你要把这个搞清楚 科学告诉我们 这个新冠病毒有多危险 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个冲昏了我们的头 然后叫我们不敢来教会 参加聚会 如果在这段时间你不敢接触人 我们也知道在一两年的时间 人也会下到地狱的 所以世界或许会惊讶 但是你不要感到意外 你要远离世界的眼光 还有倾向 第二 上帝正在粉碎世界的梦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梦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梦想 但是你很容易可以确认这个 我们这里有很多学生 唯有三个孩子在中学 身为父母 有时候我们很关注他们学校的成绩 他们课外活动的成绩 他们的比赛 甚至奥林匹克等等 艺术家 音乐家 他们对他们的演出很在意 很多人也对经济很有关注 但是现在这些全部成为次要了 甚至信徒也对自己有很多的梦想 于是他们在自己的信仰生活就松懈了 我认识一个弟兄 他是一个建筑师 他是参与这个航站 机场的建筑 那个本来应该是新加坡最辉煌的机场 但是现在这个航站楼 他的工就已经停工了 航站四也已经停止运作了 第二航站楼因为要翻新 也停止运运了 那你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 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如果你的梦想跟来生没有关系 上帝是借着摇动这个世界来唤醒你 所以上帝很刻意还有很肯定地在做一个东西 就是他粉碎世界的梦 他在这个2020年粉碎不信神之人的梦想 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个 你的关注就会回到神身上 你的家人的关注就会回到神身上 所以我们人是需要盼望的 所以我们很自然会为自己创造梦想 但是上帝要我们意识到 什么是更有价值 还有不变的价值 所以我们要反思我们的梦想 当我们看到神在这个世界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要反思我们的梦想 第三 神在使世界谦卑下来 然后上帝把人的意志的脆弱 还有人聪明的有限也彰显出来 因为这个疫情 这个全世界都很大大的被千杯 降杯 那个好像看似万无一失的这个医疗系统 因为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被打击了 你没有发现神故意让一些很大的组织 好像世界卫生组织 做了一些错误的判断 因为人的一些自满带来很多的疫情的重现 甚至在一些有钱还有有名的人身上 这个病毒也轻入 叫神最烦扰的是什么 当世界没有神的时候 但是还夸耀他自己的文明和进展的时候 这个是很叫神感到烦扰的 所以神会将他们降杯 上帝喜欢跟世界玩游戏吗 他对世界做了什么 为什么神这样的对待世界呢 有人要回答我吗 看起来神好像有点恶毒 让病毒侵入这个世界 上帝这样的对待世界 是要让教会能够看见 让教会学习什么是真正的谦卑 以致我们能够单单的信任神 诗篇二十篇这里说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 我们却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这一切就是让教会看到 以致我们不会犯到 信任自己的聪明和能力的错误 上帝知道世界是不会悔改的 世界是永远会刚硬的 甚至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世界也说我们将会成为更坚强 但是上帝很严重的打击这个世界 为了提醒你 为了让我们当中爱世界的人能够悔改 总是为着教会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更清楚地看 上帝是很坚定地在做这些事情 他要预备他的心腹 他要为基督的在灵预备他的心腹 这就好像一个父亲 他打了别人 为了要警告自己的孩子 你知道对这个教会是什么意思吗 当这个教会讲到很多世界的信息的时候 神就这样的对待世界 当基督徒去教会 只是为了成功健康富足的时候 上帝就这样打击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要更深入的思想 我要提到神要做的另外几样事情 当神这样的对待世界的时候 神在教会做什么 神在拯救他的选民 拯救他的选民 当世界有患难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吸引神的选民 当世界很强大 很有夸耀的时候 他就紧紧抓住信徒的心 但是当世界失败了 当每个人惧怕了 然后在神的血民心中 就有一个新的福音 所以我们也看到 有很多新的人来到我们教会 每个礼拜都有人在网上看到我们教会 我们每个礼拜订阅的人数都多了一百 我从来没有看到 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 有这么多的寻求真理的人 走进我们的教会 过去十七年 我一直在大声地传讲神的话 但是没有人来到这个教会 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人生去旅行等等 我们叫信徒过一个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 他们说我们没有空 但是当神打击世界的时候 祂要把真正属于祂的人带入教会 我听到一个很奇怪的事 在有些教会 这个牧师本身不要重开教会 那是会有给这个牧师 施加压力 叫牧师重开教会 真正的信徒在这个时候 很多惧怕的时候 他们是想相聚的 他们要借着圣徒相通得到造就 他们要把他们很害怕的家人 在这个时候带入教会 当世界有危机的时候 神的选民会被带到 绝望急需的地步 然后他们会来到主里面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要错失良机来拯救我们所爱的人 如果现在你觉得 我现在要更努力地工作 不然我会失业 那你就是错失良机了 等一下我要讲到 那个兽是如何用世界的系统 来捆绑 所以你要很关键地 来明白这些东西 如果已经很忙很累的 你要停止然后反思 我到底要去哪里 上帝要带来圣洁 你会常常听到这个字眼 圣洁 他的子民 他的教会的圣洁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我刚刚不久 所讲的一篇道 我说圣洁和公义是有不同的 神对他的百姓说 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 上帝不但是一个慈爱公义的神 他也是一个圣洁的神 所以因为神是圣洁的 他的子民也应该圣洁 也应该跟世界不一样 所以我说上帝是圣洁的意思就是 神是被分别的 他是跟所有的受造物不一样的 所以当神以他的形象造你的时候 你跟所有其他的生物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神从世界把你救出来 你跟所有的世人是不一样的 你是分别为圣 你是在你所想 所选择 所做的事上 分别为圣 所以你是在乎神的荣耀和教会 但是世人只有在乎 在乎世界的事 我看到基督徒他们只有行善 只有提倡人道道德 但是他们没有分别为圣的心的时候 我感到很忧愁 你可能很善良 很诚实 你在你的公司是一个好人 但是你会关心神的荣耀吗 年轻的弟兄姐妹 你们会关心神的子民吗 你会喜悦神所喜悦的吗 你会爱你软弱的弟兄吗 或是你更喜欢一个你的同事 你的同学 因为他跟你很合得来 你对一个有问题 但是在教会的孩子身上有盼望吗 因为你看到他的父母 他们很敬虔爱主 或者是你因为他不好的行为 你看不起他 我现在不是在讲行为还是善行 但是我们要明白 神的圣洁是什么 神的圣洁的意念是什么 你们会不会觉得奇怪 当亚伯拉罕说谎的时候 神是恩待亚伯拉罕 然后处罚法老 而且尽管雅各 他是一个说谎的 神爱他 也因为这样 神从来没有停止管教雅各 但是对于以扫神 甚至连管教都没有管教他 他就去让以扫繁荣有钱 然后以扫甚至跟雅各说 弟兄兄弟我不需要你所给我的 因为我自己很富有 有些人受神的管教的时候 他们很生气 他们说 为什么神不会让我们像世人一样有钱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神是圣洁的 然后他让你成为圣洁的子民 上帝要被分别为圣的子民 上帝要把以色列民 变成一个爱神 敬畏神的民族 不但是一个有良好品性的 一个民族 他们可能是有软弱 有缺陷的 但是神拣选了他们 这个参委其中一个主题就是 我们要把圣洁搞清楚 这个特会的主题 我差点要把它取为神的圣洁 我担心我们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 那么圣洁或是分别为圣 尽管我们来教会 我们有侍奉 这个不代表我们是圣洁的 圣洁就是你的心 倾向你爱神所爱的 你恩待神所恩待的 你追求神所关注的 这个是神教导教会 这个是圣洁的关键的一年 身为一个基督徒 什么才是分别为圣的生命 我给你们一个例子 在整个疫情当中 我们听到很多有关社交距离 然后有些教会 他们就有这个我们要爱我们的灵神的信息 所以如果你爱你的灵神 你要保持那个距离 你要有社会责任感 这个听起来很对 这个是非常人道的做法 但是这个把我们带到哪里 这个导致我们甚至可以开放教会的时候 教会也不开放 来到教会的人被拒绝 甚至有些信徒 阻止他们的家人去教会 因为感到很危险 这个洛杉矶有个牧师 叫做约翰 迈克 阿瑟 我非常敬佩 这个教会和牧师 当这个疫情来到洛杉矶的时候 他开始像是一个空荡荡的场所 所有的教会应该是关闭的 那是三个礼拜后 当人看到他像是一个空的场所 正到的时候 人就开始回到教会 同工说怎么办 人都回来了 然后他说 没关系让他们来 所以他跟他的长老同心地写一封信 给有关当局 然后教会就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关系 我不是说他们勇敢 我勇敢不是形容他们最好的字眼 我要说他们是分别为圣 这是一个被分别为圣的教会 他们是先忠于神 他们是先考虑到神的子民的益处 然后上帝保护这个教会 然后有些人甚至包括基督徒也说 这个教会是没有社会责任感 他们不在乎人的安全 但当你是被分别为圣的 当你被分别为圣的时候 人的意见对你来说微不足道 第二 当你被分别为圣的时候 你会看到神站在你那边 你会看到如同他们所看到的神的帮助 当他们面对官司的时候 连警察也站在他们那边 有些法官对他们很严厉 但是有些法官是支持他们的 他们这个征战是需要的 然后他们也在这个疫情当中创下历史 当然我不是建议我们也做同样的事 我们已经开放了 我们也一直向政府要求让我们能够聚会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圣洁有一个不同的意识 我们要有不同的判断 不同的方法 在大陆 有些同工 他们是在家庭教会 聚会 甚至官方阻止他们还是聚会 甚至很大的 三次教会 他们关了 有些家庭教会 他们因为害怕 他们也关闭 我不想给我的同工压力 我就告诉他们 按着圣灵的带领 你们就这样做 尤其是因为有这个疫情 政府更多的理由来阻止教会相聚 很奇妙的神保护他们 然后我感到很惊奇 我要重生 当你把自己分别为圣的时候 你并会看到神的帮助 不然你会一再一再的妥协 直到你失去你基督徒的这个尊严 然后你们说上帝都没有帮过 有什么办法 然后你就发现 不但是在这个疫情方面 你一生都在妥协 身为一个学生考试的时候 你就妥协不来教会 身为一个员工 你因为你的事业的发展 你就妥协不来教会 在家庭方面 因为要抚养孩子太忙了 你就妥协不来聚会 也就是说在你的基督信仰里面 也没有区别特征 然后几十年过后 可能你的事业结束了 你退休了 然后你的孩子长到 他们有自己的家庭 然后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 你就说 我身为一个基督徒 没什么可以夸耀的 然后你就很遗憾 很哀动 那是在一个基督徒 在一个渔民身上 可以发生最悲哀的事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 渔民特会 因为基督徒就是渔民 我现在是很用心地 在教导你们 如果你们还不能活出来 你们不要灰心 你们要先把这个福音弄清楚 你要先把这个圣洁的定义搞清楚 如果你知道在你的意念当中 有什么是不被分别为圣 然后上帝帮助我们 来给我们试验 来试验我们信心的这个本质 然后也经验我们的信心 然后借着这个疫情 神教教会的肢体当中 我们彼此更深地爱彼此 信 望 爱 常常是在一起 我们还没有结束之前 我们在读多一处的经文 这里说到万物的结局进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慎祷告 最要紧的是 彼此切实相爱 我们为什么要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末日要到了 当这个末日要到了时候 我们的头脑更清晰 所以好像其他东西都不是太重要的 我们为什么还要跟彼此生气小气 真正重要的是神 祂的教会 祂的羊 所以当我真的活出一个分别为世的人生 好像这个世界的客流 我还是进一个正常人的本分 一个丈夫 一个父亲 但是在我里面 我有完全不一样的志向和追求 当我有这些的时候 我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 感觉到有点孤单 因为我好像不能融入这个世界的主流文化 在一个外邦的这个世界 你感觉到这个张力 你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爱世人所爱 所以这个结果是 我们会更贴近彼此 我们会更深切 更纯正的彼此相爱 但是如果你以世界为友 你不想被排斥 然后你担心你的形象受到威胁 如果你只有在意 我们要给人家看 我们是有社会责任的 当然我不是要求大家 不要有社会责任感 但是我们不要故意 呈现你的样子 如果我们太在意自己的形象 人家怎么看我们 你不能很真心全然的爱 你的肢体 所以这个疫情 已经塑造整个教会的文化 有些真正的信徒 他们说这个线上聚会 没有办法全然的满足我们 但是对其他信徒来说 教会已经不再是他们的 不再占优先地位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疫情让我们教会的聚会更多 然后我也不想离开教会 我也发现我自己更贴近弟兄姐妹 如果你真的知道 神借着这个疫情所做的 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看望 上帝向这个世界做了三样事情 要唤醒教会 他要拯救他的血民 他要把一个圣洁 放在他的子民 叫他们分别为圣 以致我们爱彼此的心 能够纯正 这就是给你们的信息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上帝我们求神 你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身上 做分别为圣的工作 尤其是在这个特会的时候 我求神祢叫我们的心能够被分别 接着这个信息让我们在疫情当中得到答案 这个是跟世界所给的答案不一样 求你让你的渔民很清楚 很深入地明白你的话 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 还有集中力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拜托 好 在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